天津大剧院 对 你得给我们介绍一下嘛 好的 这次我们要介绍的是一支身体打击乐乐团 哦 身体打击乐 那我基本上知道了 就是说他们这个演出比较廉价 对不对 因为呢 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乐器 或者说是简单的乐器 然后呢 演奏的是自己来演奏 对不对 对 你说的对 没错 那你看此次来到天津大剧院的 这个来自法国的身体打击乐乐团呢 他们的特点呢 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演出被称为 现代版卓贝林的新型艺术 现代版的卓贝林 对 那就是说他们的整个这场演出 应该是充满了幽默 诙谐 同时又不发心意 你又答对了 又答对了 确实是这样 那这三位来自法国的音乐家 他们各自发挥独一无二的音乐才能 他们用这个身体打击乐 就比如说这个有电缠琴 人声 然后有键盘和吉他 他们这样用这些东西编织出一部 关于激情狂热 幽默 爱情 诗歌的一个交响曲 哇 这个交响曲看来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感情 说得太热闹了 我也等不及了 咱们赶快去现场看一下 身体打击乐 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敲击身体的不同部位 组合成充满节奏感的韵律 开手 开腿 跺脚 颜值 看似简单的动作 在三位法国艺术家的演绎之下 就成为一段动感十足的音乐秀 苏菲布歇尔擅长贝斯和吉他 雷米勒科莱尔擅长口风琴以及卡琳巴琴 弗朗索瓦丹尼尔则擅长钢琴和电颤琴 这三位精通各种乐器 又同样热爱身体打击乐的音乐家 在2011年成立了这个Solio组合 至今他们在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地区演出 已经达到了200多场 我一开始讨论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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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讨论的音乐和声音乐 我一开始讨论的音乐 我一开始讨论的音乐 因为我一开始讨论的音乐 因为我一开始讨论的音乐 我一开始讨论的音乐 和恰到好处的光有艺术 我一开始讨论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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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各自独特的想法 他们将自己的奇思妙想和人生经历 都巧妙地通过身体打击乐 各种乐器以及肢体语言 完美融合 为大家呈现出一部 充满活力的表演 可以说 Solio身体打击乐 是关于音乐 舞蹈和戏剧的美丽邂逅 即兴舞蹈 音乐秀 肢体幽默 节奏秀 这样杂柔了多种表演形式的演艺方式 不断地引发出观众们的欢笑和惊叹 我认为能看到很多东西 我认为能看到很多东西 我认为能够的 energy 我认为新 caliber 我认为能够做思惨 以为能够的娃娃 我认为很多镇的人 我认为我认为我什么 我是有些人 你能 dislike 有些人 有些人想要看 这场音乐剧集中探讨的主题 就是如何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找到平衡点 剧中的三位主人公 不情愿循规蹈矩 孤独枯燥地走完人生路 而决定下定决心 重新审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 于是他们躁动起来 相知相遇 在音乐上交流碰撞自己的特质 Solio音乐会的整场表演几乎没有台词 剧情推进 全靠表演者的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 不过 这并不妨碍他们将现场观众斗得捧腹大笑 这与上世纪的末剧喜剧大师桌边林的表演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 Solio组合的三位表演艺术家 也被称赞为音乐界的桌边林 在他们三位音乐家的幽默演艺之下 带领人们走向心中的梦想 用心去感受并表达出自己的情感 从而收获幸福 他们希望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 可以跟着他们的音乐和节奏 一起开启一段情感旅程 挺震撼的 因为我们也有 小朋友在学非洲鼓和家族 所以跟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混通之处 好精彩 然后孩子刚开始可能没进入那个环境 好像还是不懂 太小了 但是后半场他能感觉出他能坐得住 能听得懂一些 挺好的 演出结束 三位艺术家与现场观众的互动 将气氛推向了又一个小高潮 热心 gua 铃及 脅 泅 里里 pelo dude 大部分 大部分 我认为其他地方是在玩的地方 和其他地方是在玩的地方 和其他地方是在玩的地方 我们不在同样的角色 人们可能会在某些舞台上 有些人可能会在某些舞台上 但这不代表他们不喜欢的地方 我们也会看到人们的感觉 我认为我们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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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兴奋 我非常感兴奋 我认为我们的观众 这样的表演形式 不存在任何语言的障碍 音乐是媒介 节拍是纽带 在这样一场与众不同的交流之中 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共通的话题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找到各自的那个平衡点 哇 他们把精彩的一场演唱会 俩然是做成了这个话剧表演 戏剧表演 很厉害 对 很厉害 你看他们的演出是充满活力 有趣而且富有诗意 没错 我发现了他们在自己的演出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和大家一同分享 这种与众不同的艺术和人生经历 对啊 而且整场演出啊 诙谐幽默这种新派的这种 卓威林的这种感觉 步伐深意和心意 嗯 真的很厉害 那你看我们欣赏完了这个 身体打击乐乐团之后呢 我们要去何方呢 去何方啊 我觉得安泽是这个样子的 咱们刚才欣赏的是精彩的打击乐 这个节奏感很强 既然节奏感很强 我觉得这个节奏咱不能停啊 节奏不能停 那要不这样 今天就让我们的天津大剧院之旅 继续下去 我看行 我看行 因为我听说过 好像在那边还有一部风格迥异的踢踏舞 哦 舞剧 风格迥异 对 你就是说这个踢踏舞和我们想象的这种传统的踢踏舞是不一样的 对 没错 你又答对了 到底哪不一样 那你看我们说到踢踏舞 你会第一个反应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典的踢踏舞剧啊 这个大和之舞 咱们节目都说过两三次了 嗯 我们真的是想到一块去了 因为这个大和之舞它是爱尔兰风格传统的踢踏舞 嗯 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踢踏舞它是融入了东方传统艺术 哦 东方传统艺术的踢踏舞 对 风格又迥异 嗯 到底什么样我等不及了 咱们赶快来 看一看 Let's go 他们敲着鼓跳起踢踏 他们穿着旗袍跳起踢踏 他们听着爵士乐跳起踢踏 他们就是来自台湾的舞工厂踢踏舞团 事实上 舞工厂舞团在建立之初跳的是现代舞 在2001年接触到美式踢踏舞之后 舞团便决定改变特色专攻美式踢踏舞 其实美式踢踏舞它是比较自由随性的一种舞蹈 它也比较没有包袱 所以在学习的过程或者在表演的过程 它是非常自由随性奔放的 所以会很贴近人群很贴近观众 所以会有很多一些比如说互动啊 会有一些好玩啊 加上一些戏剧成分的一些表演在里头 提起踢踏舞或许更多人想到的 会是风靡世界的大河之舞 而事实上 大河之舞属于爱尔兰传统的踢踏舞 与美式踢踏舞则有很大的不同 美式踢踏舞它是比较偏非洲的那种 那个自由随性的感觉 比较鼓动 所以重心是往下的 跳起来很像猴子一样 那爱尔兰跳起来就像兔子一样 你要很挺拔的 也是不同的舞蹈 2007年 武功场舞团首次将东方传统艺术 融入到西方踢踏舞中 融合传统武术 传统大鼓 水秀 东方音乐等元素 以美式踢踏舞的形式为基础 创作出全台湾第一个东方风格踢踏舞 这个会比较难的原因是因为踢踏舞它必须在瞬间的爆发性 瞬间的速度之下 我们的上半身还得再去做一些武功身段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在里头我们把中国的大鼓也加了进去 因为它也是属于节奏类型的东西 然后我们把武功加进去 然后我们把水秀 中国水秀也非常是非常有名的 也加在我们的踢踏舞里面 所以带来非常浓厚东方色彩的一个踢踏舞的新类型的表演 将踢踏舞结合多元元素 这正是武功场舞团的独特之处 除了融合东方传统艺术的踢踏舞乐机 这部踢踏舞的摇摆年代则掀起了一股复古怀旧风 绅士帽 大鹏裙 擦得闪亮的皮鞋 变得骄傲的高跟鞋 重现那个令人怀念的摇摆年代 那些歌 那些调 踏着自然流泻的舞步 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美好 绝大部分是集思广益 那我们也会培养我们的团员 就是不论是大的表演还小的表演 我们都会有一些很多的机会 让他们自由地去创作 创作看能不能激发一些更多的想法 然后让舞团有更多的作品 伴随着熟悉的音乐旋转摇摆 脚下则是踢踢踏踏的动听节拍 表演者穿着特别的踢踏舞鞋 用脚的各个部位在地板上摩擦拍机 别有一番风味 踢踏舞它的英文名字叫做tape dance tape dance tape就代表铁片 所以呢我们踢踏舞鞋的下面 就一定会有两个铁片 然后前面我们叫它做bo 也可以叫tape 就是前面的意思 后面我们叫它heal 所以我们是利用前后去敲击发出的声音 当然到后面有很多种玩法 它可以用侧面 内侧面 后面 或者是因为双脚的碰击 能够发出的声音 然后去玩一些不一样的节奏 美式踢踏舞并没有很多的形式化的限制 相对于身体的舞姿 舞者则更注重直接于脚跟打击节奏的复杂技巧 其实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 就会打拍子 然后这就是成为我们第一种叫法 叫bowl tap 用脚掌的排挤 就可以到达节奏上的变化 你可以加快速度 然后也可以节奏变化 第二种就是heal 就是当然是我们脚跟 英文一样是heal 脚跟的脚法 那我们也是一样讲 就我们膝盖一定要弯曲 然后随着你的重心往下 跺脚的感觉 第三种是straight 然后我们脚要延伸到前面 然后脚勾起来 去轻轻地拍紧前面的地板 第四种叫法是top tap 然后轻轻地点地 像蜻蜓点水这样 第五种跟第六种叫法 我们是往前跟往后 看起来并不算复杂的舞步 却让专业的踢他舞者玩出了花 各种节奏各种炫技 让观众们过足了踢他影 其实我觉得天津这儿的人其实蛮可爱 每一场的反应都不太一样 应该这么讲 像第一场我们会比较担心说他们会不会比较不适应 其实后来在演的过程慢慢地发觉说 其实他们是表面上比较冷 可是心里头还挺热的 然后到第二周呢 可能年轻人比较多吧 慢慢地就觉得 其实他们还接受度还挺高的 然后后面这两周 其实反馈都非常好 舞者在舞台上 可能这一分钟 这个舞步可能能达到好几百下的这种感觉 就觉得说真的好厉害 而且确实觉得这个音乐也是很有年代感 坐在底下就觉得好有年代感的这个音乐 还是蛮过瘾的这次看着 觉得特别棒好厉害 但还有感觉就觉得小姐姐脚好痛啊 一直穿着高跟着在踢 挺厉害的他们都 开始是我以为是放音乐 不是他们那个脚步出来的声音 后来越听 就是他们自己本人听 这个挺好的 此次台湾舞工厂舞团来到天津大剧院 为天津观众一共带来四部风格九一的踢踏舞作品 除了东方风格的乐机 复古怀旧风格的踢踏舞的摇摆年代 还有融入爵士与百老汇风格的 high tap dance踢踏爵士响宴 以及圆周率 通过创意的编排 以踢踏舞融合流行音乐元素 展现上班族的一天 我有发现 这两种舞蹈它是各有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你看这个东方传统艺术 它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制式化 那这个踢踏舞它是一种开放活泼的舞蹈形式 那台湾舞工厂 它就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将东方文化以踢踏舞形式展现出来 说实话有一点点那种声东击西巧妙在里边了 声东击西的巧妙 我发现安泽总结的话语越来越到位了 还好还好 OK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欣赏完了一场视觉 以及听觉的双重盛宴之后 我们这期节目也到了尾声了 给您收看这期的哈喽天津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